大家好 现在春天到了 我们给这个锈针椰子施肥 大家千万一定要选择对肥料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肥料不对的话 它生长会变得缓慢 所以想要这个锈针椰子生长的快 大家一定要选用一种肥 那么我给这个锈针椰子施肥 就选这种氮肥 因为锈针椰子这个时候是生长的季节 生长的季节一般它消耗的氮元素较多 所以我们选择正确的肥料是最关键的 那么用氮肥的话也不要多 我们一定要坚持薄肥轻湿的原则 在这个图样的表面加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像这种小勺子大概有一到两克 那么我们加进去之后 再通过浇水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养分 我们也不需要兑水给它浇灌 如果说大家不嫌麻烦的话 我们兑水给它15天浇灌一次 也可以用一克的这个尿素 也就是氮肥 兑上800克的清水 15天给它浇灌一次 或者适当这个盆土干了 我们再给它浇一次 这样兑水浇灌的话 效果也是非常的棒的 但是就是麻烦一点 那么我们春季养锈针椰子 选兑肥料 用兑方法它就会生长的比较顺素 那么平时我们养护也要把它放到 散色光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这样的话对于它的光合作用会更好 那么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春季养树针椰子 选用肥料跟施肥的一些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